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并且其他动物出现群死现象 与其他动物出现群死现象 击打水 然后在法老和伯仁面前 所有水在河内的水变成血 雨又死了 河污染了 亦臭 而埃及人不能喝到这些水 接着我们再看这篇文章 到第九章 第九章第3至7章 讲到生畜之灾 讲到牛 牛 马 骆驼 羊 这些各样的动物 它是悲鸣 因为它是生病 所有埃及的动物都死了 但它讲到不单是生畜之灾 原来当时野兽 野兽 野外的野兽 是被这些沙的风暴鞭打 这些铁兽沙的风暴鞭打 在野外 还有这些尘埃 这些是导致它们折磨它们 它们离开它们自己的住处 离开它们自己的荒野 离开它们自己的洞穴 然后去到人的住处 而所有顺服了的生畜 这些生畜 这些是牛 羊 这些是骆驼 这些的马 都一样在悲鸣 事实上 自2009年尾 日华牧斯发出警告之后 全球多处出现史无前例的 动物和生畜群死现象 并且至今从未停止过 甚至 踏入2015年1月 动物群死的离奇现象 明显是更加持续加剧地发生 瘟疫处处 而且情况更是非常惊人 史无前例 自从2014年12月以来 连续不断发生 成千上百的卡申士小海雀屍体 离奇地充斥在美国西岸的太平洋海岸 令人无骨悚然 事件引起广泛关注 2015年1月 美国俄勒江州北部海岸中心 经以着手跟进小海雀 持续离奇死亡事件 2015年1月2日 阿根廷卡洛斯拉巴斯湖 再有大量的死鱼浮现 对于当地人而言 再有大量鱼类死亡 已经变成惯常事件 并且死鱼尸体夹集蓝绿组类繁殖的臭味 令居民难以忍受 同日意大利卡托利卡和里米尼 一周之内共发现七只海龟离奇死亡 1月4日 马来西亚金榜巴鲁一个渔场 有成千上万的养鱼都死亡 1月6日 新西兰Douglas Bay 发现近一千条鸟鱼死亡 1月6日 印度谢以沙亚湖 发现上千条鱼死亡 同日 苏格兰西海岸 在过去14日 共发现十条劍敏瓶死亡 2015年1月 福州市民后院七家养殖户 陆续发生 共致小41头鱼牛集体离奇死亡 其中1月6日 养了十几年鱼牛的养殖户 到农场里面威治牛脊的时候 发现自己胜下的16头牛里面 有一部分没有在进食 养殖户表示 不吃东西 我就知道是病了 下午 其中两头成年鱼牛就死去了 1月8日 印尼连德超过一千只雀鸟 因为禽流感突然死亡 1月9日 尼日利亚卡诺有一千三百多只雀鸟 死于禽流感 1月10日 印度贾巴尔普尔 成千上万的死亡 集体死在一个湖泊里面 1月10日 英格兰 萊斯特郡的混河 出现成千上万的鱼类尸体 环境局表示 为了减低环境污染 工作人员将会努力清理鱼类尸体 1月10日 墨西哥瓦哈卡河流 发现成千上万的死鱼 1月10日 北国韦斯特兰德 有数以千计的死海星冲上岸边 1月12日 北爱尔兰安德里姆 有数百只甲子离奇从天吊下 1月11日 西安州寺园等十岁的李女士 租了两畝地 养了一百七十多头小美航羊 赶到自养场的波上 食了些干草 大约一个小时羊群回来之后 一部分羊陆续续续出现流口水 肚脏的症状 过了半小时 就有羊开始死亡 两天跟白头羊离奇死亡 损失有二十多万月 1月13日 印度苏丹布尔国家公园 发现几十种雀鸟离奇死去 雀鸟的尸体 已经送往博帕尔安全动物疾病研究所 进行禽流感测试 1月13日 中国江西有二万只鸡 因为禽流感死亡 1月14日 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州的海滩 发现四只海丝 及五百只海鸟尸体 有关当局 正是密切研究 大量动物死亡的原因 1月14日 台湾禽流感肆虐 不少家禽都产租撲杀 台湾多处农场 发现总共 至少十六万家禽 和雀鸟死于禽流感 是史上最严重的禽流感疫情 禽流感疫情持续延烧 从1月9日 屏隆大陆山淡气场爆发H512 亚型高病原禽流感 短短三周的时间 全台13个县市沦为疫区 根据农委会最新统计 目前出现异常的禽场 总共有599场 确诊有病毒的有551场 防领局强调 接下来会在疫情热区设置 10处的检疫站 养情厂一定要拿到证明 才能送独宰 水行中与养额业受创最深 根据农委会统计 全台额厂饲养量约177万只 截至这礼拜一 已经有160万只额被通报异常 占总量的9成以上 140万只确诊染上H5病毒 产业继统瓦解 而确诊感染的养基厂也持续增加 已经达到35场 其中25场确定有高病原的H5 和H1-8 实在,踏入2015年 全球性禽流感的问题 更加是史无前例 加禽和雀鳥群死现象 施约全球 1月15日 美国内华达州一个人工户 多达10万条鲸鱼、鲁鱼和黏鱼死亡 国家野生动物官员正调查 探究鱼群死亡原因 1月15日 美国加利福利亚州Mr.Vioho湖 有一万条鱼死亡 同日,巴西圣堡罗海滩 共有8吨鱼类离奇死亡 1月16日 日本江山有20万只鸡因禽流感而死亡 1月16日 墨西哥夏加利福利亚州 再发现14条鲸鱼割浅 和16只海龟尸体被冲到岸边 1月16日 1月16日 智利康康海湾 有数十只海鸟尸体离奇死亡 1月17日 以色列经现十万只火鸡感染禽流感 1月18日 瑞士河斯坦水域 发现大量鱼类和海产离奇死亡 1月18日 印度阴内海滩沿岸 20日之内 发现共有314只海龟尸体 死因至今未明 1月19日 巴西巴拉纳伊塔 一个湖泊 超过一千条鱼离奇 集体死亡 1月19日 在越南河内 一个湖泊 大量鱼类 差不多死光 1月19日 美国蒙大拿州 有30头大 角阳欣罕见肺炎死亡 1月19日 印度哥勒克布尔 过千条鱼集体死亡 1月19日 美国佛罗里达州 麦尔斯堡河道 沿途有大规模的鱼类死亡 A massive fish kill along the 10-mile canal in Fort Myers Fishermen reporting they've seen hundreds of dead fish floating belly up along this waterway The highest concentration of dead fish appears to be between Landing View Road right by Pagefield Airport all the way down north of Hanson Street That's right in the heart of Fort Myers So what could be causing this and could it hurt your health? Four in your corner's Warren Wright joining us live in the studio with some information for you Warren Well Patrick, this one's a real head-scratcher The water, typically clear and easy to fish looks more like a toxic dump and smells like one too The water may be a dark murky green but clearly something is wrong along the 10-mile linear canal The smell is just really terrible and I'm really sorry about these fish Hunter Biggs likes to go fishing along the 10-mile canal just about every day He and his friends consider it one of the best-kept secrets for fishermen So if you go up there with the right bait you're gonna hook up in no time We've got snook, tarpon, all kinds of good fish up in these canals that get stuck there But today, the fish are no longer thriving They're dying Not normal because an average fish this big can survive through most of anything Bikers and joggers point out the trail along the canal is less than desirable right now I'm jogging up and down the linear park and all I see are dead fish in the water and the vultures are everywhere Really? It's pretty disgusting With giant fish piling up along the shoreline people who treasure this canal are concerned 1月20日 阿根廷聖湖斯托混河 有數以百計的死魚出現 1月20日 加拿大新斯科社省湖裡 有數百條青魚離奇死亡 1月21日 美國德薩斯州布朗斯維爾一個池塘 發現數百條死魚浮現 1月21日 美國加利福尼亞州 有200隻鳥鳥離奇死亡 同日日本九州本島佐賀縣的一個農場 幾乎全部七萬三千隻雞隻 死於H5N8禽流感病毒 1月21日 尼日利亞七個州份 共二萬二千五百多隻禽鳥 死於禽流感 1月21日 西貢咸田灣 發現一條鋼團擱淺 其後證實死亡 1月22日 美國德薩斯州 南柏諸島河道 發現有數百條魚類屍體 1月22日 澳洲洪崖半島 有數以千計的水母屍體離奇死亡 並衝上岸邊 1月23日 美國新澤西州 奧伊斯特河 超過五千條魚離奇死亡 1月23日 新西蘭 Bay of Planting 發現大量死魚屍體 1月23日 阿根廷羅漢河 發現超過上萬條死魚 1月24日 廣州市天河一個魚塘 驚然大量死魚 一夜損失六萬 當伊建基督慢慢靠近徐叔家的魚塘時 一陣刺鼻的魚腥味扑面而來 魚塘水面漂浮著熟枝不盡的死魚 而岸上被撈起的死魚都被成群的苍蝇圍困著 唐貝爾這位穿紅上衣的白髮老人就是魚塘的主人徐叔 星期三那晚他像平時那樣來檢查魚塘 誰知卻被眼前的場景嚇了一大跳 只見水面像密密麻麻漂浮著好多死魚 而接下來的這幾天 魚塘都接連有大批死魚扶上來 昨天清晰一條都沒有的 下午了 它又有白身來 你下午出太陽的時候 下午又有白身來的 為了清理大批的死魚 徐叔幾碗都沒有合眼 搞得現在雙眼都不滿血絲 徐叔說他自大1983年就開始在這兒養魚了 三十幾年來從未發生過這樣的事 到目前為止 魚塘至少已經死了七千件魚 損失起碼有六七萬 過年四月反正出的嘛 這些魚 價錢好一點嘛 人家的錢準備了 賺了幾百元還給人家 為什麼魚塘的魚會無端端死亡 會不會是有人蓄意下毒呢 對此徐叔就一口否認 他說他們一家平時和鄰居們都相處容下 況且出現大面積死魚的魚塘 並非只有他一家 原來去年九月 在徐叔隔壁養魚的陳述 也經歷了一次大面積的死魚事件 一月二十四日 香港大嶼山發現一條短支領航禽 割潛死亡 在香港手中短支領航禽割潛 同時為今年第三宗禽團割潛個案 屍體已嚴重腐難 一月二十六日 法國姓盧德公雅河裏面 發現大量死魚 重約有三百公斤 一月二十六日 墨西哥阿波達卡出現大量離奇死魚 一月二十六日 巴西伊瓦伊波朗降下異常冰箔 三百隻雀鳥遭擊斃 一月二十六日 巴西南里奧格蘭德州 在過去兩個月有三百五十隻海龜死亡 情況令人擔憂 一月二十六日 冰島北部一個海灘發現數百隻海鳥屍體 一月二十八日 美國加州今年海獅餓死的數量創新高 而且大多數是年幼海獅 專家擔心海獅可能經歷有紀錄以來最慘的冬天 海獅受難確切原因不得而知 但是科學家認為缺乏天然獵物 海獅媽媽必須冒險到更遠的海域尋找食物 年幼海獅獨立時間變長 太平洋海洋暴雨動物中心主管馬塔沙說 僅僅2015年1月營救的海獅保數量 已比2013年同期多兩成 但是過往2013年美國漁業處宣佈 代援海獅保保數量是平時的五倍 所以僅僅2015年1月 海獅餓死的數量是平常的五倍以上 而且海獅死亡數目劇增實在罕見 一月二十七日 菲律賓邦亞西南海灘有大量海豚集體擱淺 其中約有五條死亡 一月二十七日 在印度科勒姆 印度農業研究所確認 有450隻火雞死於H5N1型禽流感病毒 為預防疫情 其餘8千多隻火雞需要即時屠宰 一月二十八日 一條長約4.6米的巨口沙 在菲律賓海灘擱淺 由於巨口沙多棲息在深海 非常罕見 到現時為止 被人親眼目擊的巨口沙有六十四條 一月二十八日 印度Ambicapur,一個池塘裡頭 所有魚類接近離奇死青 一月二十九日 美國華盛頓州五千隻禽鳥 因禽流感死亡 一月三十日 美國俄克拉河馬州 有數以百計的雀鳥神秘死亡 And the big question is why Birds by the thousands Have you ever seen a school of fish They'll swirl and swoop Well that's the way the starlings look In the evening they cover every tree and telephone wire on Country Club Road off of I-40 From about the bank over there till out to the road Most fly away during the day revealing something is wrong I've lived in Oklahoma all my life and I've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this Hundreds of grackle and starlets are dying Destruction is odd, really odd I don't know what's going on Some still stuck in the trees Most falling to the ground It does bother me that nobody comes out here and clean it up Because you know, little kids drive by Not far from the dead birds Corn kernels scattered on the grass It could be what's killing them The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Issues permits to poison certain migratory birds If they become a nuisance However, they say no permit was issued in this area 1月31日 墨西哥夏加利福尼亞半島的沿岸 出現150隻海龜集體死亡的現象 過去2015年1月 澳洲科學家共發現 10條鯨魚離奇割滅或死亡 實在僅僅2015年1月 動物離奇死亡和禽流感頻生 瘟疫處處 情況完全吻合2009年級雨的警告 動物和畜生群死現象 將會加劇出現 所以2012榮耀派網信息 實在極具前瞻性 預示了災難的發生 為何我和大家預測了 為何很多銀行家會死 這個基本上就是 所有大型的國家或皇帝都會做 這招叫做 Kill the Mechanic 就是等於一個皇帝 他建了自己的墳墓 墳墓的入口一定是秘密 入法也是秘密 但有什麼方法確保他的屍體 他的金銀 沒有人可以進入這個墳墓去偷 就是殺了一個工程師 Kill the Mechanic 所以你現在看到 為何銀行做了所有的事情 無論是花錢 花到全世界凍亂 現在你明白 如果是美國 為何要花到全世界凌亂 為何 因為你不凌亂到時候 你把他吞掉 所以你也要凌亂 你知道嗎 而被凌亂的時候 還要跟他打仗 跟他臨鼻提 這些軍人打一場仗 所以現在你會明白 現在為何要殺很多銀行家 就是為何 因為這個工作已經全了 這個工作已經全了 他們所做的 無論拉伯 無論之前所做的所有事情 大卓爾夫人所安排的所有事情 這些無論在經濟上 這麼粗張全世界用借錢的方式 去提取額外過去 明白嗎 他根本已經為下一代 下兩代的人借錢 之前的這段時間 這段時間 又把這些錢放在黑錢 使國家動亂 武裝軍備 他們自己的軍隊 製造地保 全部都是為了完成 我們所說的這個預備 但是這個預備當然 跟2012年我們說 全球可人事事件 摩西的十災 Prinix重臨 根本是在一起的 因為那個就是牽涉到 紀錄被提 也是這樣的時間 這就是在第六印的時候所說的 約在3600年前 神夫召摩西前往埃及 並藉著十災對埃及施行審判 好讓當時代的法老王 釋放遺老的以色列人離開埃及 十災令法老束手無策 甚至使當代的大國埃及 根赴滅國 有關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 定立於月節 其他節旗和十災的時跡 神殖摩西都清楚記載在 摩西吳敬之中 另一方面 埃及以受害者的角度 將有關以色列人出埃及 和十災的時跡 記載在埃及的歷史書 Cobrine Bible裡面 其中記載了 神的選民 以色列人離開埃及的時候 Planet X觸發了十災 對埃及及全地的破壞和影響 時至今日 Freemason也從Cobrine Bible中得知 到世界末後的日子 事件將會重現 不僅Planet X將會重臨 全球性海岸線事件再次發生 十災再延 以及神的指紋再次出埃及 這就是聖經預表道基督徒被提 就是離開埃及所預表道的世界 三千六百年前 當以色列七個節旗成立的時候 神的選民就會離開埃及 同樣 當以色列七個節旗成全應驗的時候 基督徒就會被提 所以 啟事錄所描述世界末後的光景 正正如同出埃及記的記載 事實上 Freemason藉著真知識的稅件得知 當基督徒被提 整個世界就會陷入混亂 所以人都希望救世主出現 當世人活在惶恐的時候 世人自自然然 傾向依賴那些擁有先見之名的人 而Freemason就會在這個時候提供了救世主的答案 導致世界性的政治、軍事、經濟、宗教和企業的掌控權都會逆手 被敵基督所接管 現在眼前所見的種種現象 正是Freemason全面地為基督徒被提而作出準備 他們在過往數十年間更換走了大部分美國基督徒的軍官 讓軍人同性戀合法化 設立眾多針對基督徒平民百姓的措施和法例 美國彷彿墨西哥人入境 以田保恩被提而消失的美國基督徒 同時在政治和商界的領導層 都是由非基督徒和同性戀者擔任 Freemason不但預知這些事情發生的細節 更重要的就是他們預知基督徒被提大約的年份和季節 所以他們必須趕及在2015年完成所有事前的預備 正如知情人士前美軍軍事長Dan Page 在2012年6月早已預告所有Freemason的計劃 將要在2015年裏面發生 並且將會由類似佛格心事的種族仇恨開始 從而引發出美國的軍法統治 的確基督徒被提的時候 就是啟示錄所描述世界大災難 亦是敵基督掌管世界的時候 所以現在你所見的就是什麼呢 就是殺銀行家 所以你不要想著銀行家陸續死 是不是已經平淡了 不是的 陸續會死越多 非常之多 如果你是銀行家的話 你最好快順處 你最好快回到我們教會 求神去保護你 否則其實比你想想中還死得更多銀行家 解釋Freemason透過銀行家以借貸方式 去賺得全世界 並且以金錢製造種種的混亂 而到最後 為了不被人追蹤到Freemason的頭上 他們只是殺掉這些銀行家 一切的惡行就可以抹掉 事實上 除了過去主日信息所提及 確定銀行家離奇死亡之外 最近 這些離奇死亡事件並沒有停止過 銀行家由高薪厚值的代表 彷彿變成一種會突然間離奇死亡的高危行業 2014年11月12日 花旗銀行執行董事 42歲的Sean D. Miller 他是環境及社會風險部門的環球主管 他被發現死於紐約市家中的浴室中 喉嚨被割開 2014年11月20日 UMASS Mutual 美國萬通保險集團任職高級副總裁 54歲的Melissa Millian 被發現於康涅迪格州 Simsbury郊區的行人路上 被人用刀插於胸口殺死 有人指出 他是因為處理一些有關銀行員工的保險業務時 獲得一些銀行敏感資料 原因 他所從事的保險業務 是一項具爭議性 被稱為BOLI 即銀行為員工買重保險 如果員工身亡的話 賠償金不是給予員工的家人 而是他們的銀行僱主 再者 法例更規定 這筆賠償金是不需要另外繳稅 對比過往的古代皇帝 這個是更加聰明的做法 就是當你殺掉自己的工程師時 不僅沒有損失 還可以賺到一筆金錢 近幾年 購買BOLI的銀行越來越多 2013年的保費已經高達30億美元 2015年12月3日 任職ING荷蘭國際集團的私人銀行家 52歲的Gild Tech 於失蹤一個月後 屍體於比利時奧斯坦德一處岸邊被發現 2014年12月9日 英國倫敦一名銀行家 於價值3000萬的御所離奇墮樓身亡 2015年1月4日 著名基金經理Wayne Scott Capital Partners的創辦人 70歲的Thomas Gilbert 於紐約的住所內死亡 據稱是被兒子開槍射殺 2015年1月15日 澳洲四大銀行之一 澳洲國民銀行的外匯主管 45歲的Michael Flanagan 被發現死於英國北部 一個人跡刊字的山頭 2015年1月19日 於工作會議期間 失蹤達兩星期的 AIG美國國際集團分區副總裁 Omer Mezzer 屍體被發現 於一個哥爾夫球場中間的湖中浮上來 2015年1月22日 行博報道 荷蘭最大金融機構 ABN Amro 荷蘭銀行的企業市場 及財務的主管 Chris Van Egan 離奇死亡 甚至香港也發生銀行家死亡事件 2015年1月28日 一名興業銀行的高層員工 於早上七時去 從中環工商銀行大廈離奇墮樓身亡 身上沒有任何遺書 按住Freemason的計劃 美金將於2016年之前崩潰 迪基督將以鳳凰重灰盡中復活 掌管世界 在他們的計劃加快之時 實際協助他們參與 及執行Freemason計劃的銀行家 他會如皇帝墳墓的設計師一般 於建築員工時 被皇帝所殺 以防止秘密洩漏出去 為甚麼? 因為這就是《Q the Mechanic》的原則 因為整件事都是要用錢、黑錢 用很多這些方法 唯有在這個完結的時候 就像所有皇帝一樣殺了工程師 現在你所見就是這些現象 所以我不能理解這些內情 所以當我看到Web Bob 預測的時候 你明白嗎? 所有事情在2009年未發生 但他一直預測 有很多這些災難會這樣 政治會這樣 天氣會這樣 我跟普通人不同 我會知道哪些會種 我會知道哪些是對的 哪些是神藉著他這個死物的機器 神用這個機器 能夠在神所做的時間結構當中 預測到這些東西 去印證我所認識的東西 所以我就一直跟大家分享 今天我們教會都斷百篇 應驗篇 就是這個意思 但現在你舉世 你找不到另一間教會做到這件事 原因就是甚麼? 原因就是感謝主 當年我是拼命去研究聖經 我去愛主 我去聽神的聲音 我肯跟從神 肯付代價 甚至到最後 在1996年的時候 神要我去研究陰謀論 研究商用水 我都願意去付出代價 我才能夠走到這一步 才能夠理解這件事 因為這個題目 說真的 就算一般的領域 你們聽 都未必容易聽得懂 不要叫你去預備 要你說 還有在這麼多資料當中 要這麼深思細密底下 分類在海一樣的資料當中 將它懂得分類哪些對哪些錯 哪些對哪些錯 哪些對哪些錯 何時對何時錯 還有整個故事 為什麼 現在你叫一般人 看一套三個小時 比較複雜的戲 叫了救命 這些智商 但現在我要看全世界 過去現在將來的歷史 知識 他們所有的東西 然後要有一個文理底下 去分析出來 在2015年2月15日 《2012榮耀派網主日信息》裡 有為牧師分享到 過去的《2012信息》 其實一直隱藏一條非常重要的伏線 他努力不懈地 不斷從聖經的角度 解通《值2012》這個數字所隱藏 有關整個人類歷史 將會步入啟示六時代的真知識 而且將古往今來 由古文明至各個文化、歷史、科學、藝術、宗教、政治、天氣、災難 甚至人類的將來和結局 藉著《聖經》讓當中的所有問題和陰謀 都得到一個圓滿的答案 在過去分享《2012信息》的五年裡 以證明世界的發展 確實按照《聖經》所解讀的角度 無論是有關共濟會、美國、銀行家 甚至中國的角色以及各國的政府 及至軍事和警察的發展走向 都是準確地按著《聖經》為本的方向發展 因為這就是《聖經》早已預言的世界走向 建立教會的三十年裡 日華牧師深信 唯有《聖經》是直接從神而來的啟示 所以他不斷研究《聖經》 從《聖經》的角度去解讀世界所有過去、現在和將來結束的走向 因為從《聖經》而得的答案是必定無誤的 例如早年 日華牧師認識到《進化論》和《創造論》 已經知道《進化論》必然是錯 因為《聖經》明說世界是由神創造 並不是達爾文所說 一顆比iPhone還要複雜萬倍的細胞 竟然認為是由偶然而產生 所以當他以《聖經》方向分析進化論和創造論的時候 就一定能夠找出極具說服力的真正答案 因為真相永遠比方話和空想更合情合理 所以當日華牧師在2009年決定分享《2012榮耀盼盼訊息》的時候 藉著知道時間的秘密 其實神是在人類歷史結束之後才將《聖經》刺下 然後再回到創世的時候 按年份次序 將一卷卷的《聖經》放入人類歷史裡面 因此 《聖經》所記載的歷史和所預言的將來 是一定不會錯 也不可能有人因為知道將來 或者甚至因為了解《聖經》 而將神早已預定的將來作出改變 就好像沒有人可以阻止主耶穌在二千年前降生 並釘上十字架成為救主 又或者是 將來也沒有人可以阻止敵基督 在七年大災難的時間控制世界 也沒有人可以阻止主耶穌和千萬聖者從天降臨 打敗撒旦和敵基督 並在地上掌王權一千年 正因為這個緣故 日文牧師清楚知道敵基督一切所做 原因 他們知道自己的身份 也知道基督徒被提的年份 於是 早在幾百年前 已經開始著手部署 如何一步一步控制全世界的政府 經濟 軍事 文化 娛樂 醫藥 歷史 科學等 事實上 今時今日的世界 就好像他們計劃的一樣 已經步向被他們完全控制的局面 然而 現今 只因為教會仍然存在 他們的陰謀 才暫時未能夠在世人面前顯露 但是當基督徒被提之後 他們的陰謀就可以顯露 成為世界不信之人的神 就是敵基督 這也是入華牧師分享 敵基督知道一切真知識的原因 因為敵基督就是藉著這些真知識 而知道世界的將來 例如拉線 聲頻創造 瑪雅年曆 王道十二宮 二十四至四十八小時審判 百利行之聲 Webbot 以至時間的秘密 而敵基督知道未來的方法 都是神所容許的 然而 神目的並不是讓他們改變神所創造的未來 反而 神藉著他們因為知道將來 而作出的舉動和預備 去建造一個神所預定 人類歷史在末後日子的局勢 並讓神的子民 勝出這一盤和撒旦之間的奇局 就好像2001年的911事件 如果不是有2012信息作為基礎 就不會有人相信是美國Fremation所做的 目的為要消滅美國和以色列在中東的敵人 此外 對抗病症的疫苗 如果不是有2012信息 我們也不會得知疫苗是一個陰謀 它的真正目的為要減少人口 另外 24至48小時審判的原則 也是因為日華牧師得知2012信息 了解到Fremation是利用這個原則 成為了耶和華的刀 得著神的能力謀求私利 消除異己 還有 好像現今在中東的伊斯蘭國 ISIS 如果不是認知2012信息 也不會相信這是美國和Fremation所製造出來的騙局 正因為日華牧師知道敵基督所做的一切 都是按照他們所預知的去做 目的為要控制世界 並欺騙全世界一同敵黨神 所以 當日華牧師研究敵基督所知道的真知識的時候 就能夠揭露敵基督的詭計 而我們也能夠成為這個時代的智者 將敵基督的陰謀一一破解 而事實上 現在我分享了這個概括 我相信你知道 過去五年我都在一個這樣的框 大家和大家分析 我分析除了2012真知識 Fremation從頭到尾是否知道某些東西 是知道的 他的銀子裡面所說的全部字 為何要這樣帶出來 原因 今天你就明白了 其實現在 從所有的角度看 因為要記住 在這個啟示錄能夠應驗 只有悲信一件事 大家可能沒有想到 因為我知道時間的秘密 所以我知道一定 啟示錄能夠應驗是悲信一件事 就是敵基督一定知道基督被提的年份和月份 他一定知道的 悲信這件事 所以為何我會採納和研究 Fremation其實知道些什麼 明白嗎 因為這個是神容許 那個不是邪靈使 他們知道的 因為我們所說的很多這些知識 就像天上的星宿 黃道十二公 你擺上去 當然不是 Fremation也是研究的 OK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你現在明白 為何Fremation知道這麽多東西 而這麽尊重這些知識 甚至他用很多方法 和自己普通的人去溝通 為何他們的宇宙 很多這些計劃 全部都用鵝塞里斯 或者是ISIS 保持剛剛飛上去 人造彗星降落 在這個 瑞星上 用的字眼全部都用了ISIS 鏡頭用鵝塞里斯 羅塞塔普Rosetta 是歐洲太空總署組組織的 機械人空間探測器計劃 研究67P 楚琳莫夫 格拉希門克瑞星 2004年3月2日 在瑞瓦那太空中心發射 經過十年八個多月後 進入瑞星軌道 隨後其所大的登陸器飛來 則於2014年11月12日 在瑞星上著陸 歐洲瑞星探測器飛蘭 成功登陸在67P 瑞星表面 是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次 在德國地面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員 歡呼喝彩 飛蘭在著陸過程中 在距離67P 大約3公里的地方 拍下瑞星的外貌 著陸後 仍然在5億公里外的太空 傳回來多張67P的相片 飛蘭在2004年 隨著水晶塔測船羅塞塔號升空 經歷十年的旅程 本港時間星期三下午 與羅塞塔號分離 以每秒鐘1米的速度下降 到星期四凌晨 歐洲太空總署正式收到 飛蘭成功登陸的信號 但飛蘭在著陸時發生故障 著陸器的預測不能正常運作 令飛蘭未能觸緊水晶表面 著陸時反彈了最少一下 這是非常好消息 不太好消息 是因為 既然不發生 所以飛蘭未能發生 飛蘭未能發生 現在我們開始想想 我們想想想想 什麼情況 我們只會在柔軟的水晶櫃 都可以 67P直徑大約4公里 估計在太空存在40億年 目前正以時速6萬多公里移近太陽 溫度會不斷提高 飛蘭因此要爭取在未來4個月 採集水晶內部的樣本分析 相信有助理解太陽系演化的過程 法國總統奧朗德 都在巴黎科學館見證歷史一刻 他形容 飛蘭成功登陸是歐洲的勝利 為什麼歐洲太空總署 要將執行這趟任務的太空船 命名為羅塞塔號呢? 其實是有典故的 羅塞塔號的命名 其實源自羅塞塔石碑 Rosetta Stone 這塊石碑 是歐洲甚至世界文明史上的 一個重要標誌 在公元1799年至1801年 南波倫遠征和佔領埃及期間 法軍上位布霞河 在尼羅河三角洲上 一個稱為羅塞塔的港口城鎮郊外 指揮一處要塞地基挖掘工程士 以外挖到一顆黑色的大石頭 他有預感這塊石應該非普通的石碑 於是往上呈報 1801年 拿破崙的軍隊被英國擊敗後投降 結束了法軍在埃及的佔領 埃及佔領權役手 亦讓羅塞塔石碑役手 自102年起 他就一直保存在大英博物館內 羅塞塔石碑上 拼有一段公元前 埃及托勒密皇朝的一朝書 以古埃及象形文字、埃及草書 及古希臘文三種文字對照書寫 被後來的學者 得以破解古埃及象形文字的意思 在很多嘗試解讀的學者裏面 法國學者相薄良的解讀最為重要 他是第一個理解到 一直被認為是用形表義的埃及象形文字 其實本來也有表音作用 這項重大發現 後來成為解讀所有埃及象形文字的關鍵線索 因此羅塞塔石碑被稱為了解 古埃及語言和文化的關鍵基石 歐洲太空總署 將他們這趟任務的太空船 命名為羅塞塔 只是希望他們發揮像羅塞塔石碑一樣的關鍵作用 協助探測歷史悠久的瑞星 揭開太陽系早期歷史之謎 至於登陸器飛來 及登陸點阿吉爾奇亞 都是以埃及地命名 飛來是尼羅河中游島嶼 建有飛來神廟和一個飛來坊尖碑 十九世紀末以來 神廟因水位上漲逐漸被淹 1972年 埃及政府在聯同聯合國教科民組織協助下 將整座飛來神廟遷往附近的阿吉爾奇亞島 為何要用回所有這些東西呢 其實的理由是因為他們很珍惜他們所知的東西 並且他們所知的東西 那個範圍實在闊得很重要 但是當我能夠有一個這麼大的概括 我知道這些東西 我就可以憑我的記憶力把它整合了 但問題是 現在我以一個這麼精湛 這麼簡短的方式分析給你們 都要用了五年 那你能夠想像當時2009年的時候 我一下子放了多少東西進入腦裡 我用什麼方法可以告訴你們 是嗎 但是這個就是神 突然間一日之間將這個因子給了我 因為正常人 連聽都未必聽得懂 不要說一次過將它放進腦裡 然後分五年的時間 慢慢將它分析出來 解構出來 會一點再詳細去否釋 然後會讓與此同時發展的所有東西 都要繼續按著一個大的前提底下 去堆砌入一個大圖片裡 所以今天就給你理解了 一個真正的大圖片 其實為什麼我能夠預知 和我約會知道某些東西 一定會發生 為什麼發生 發生的時候 他們的地方名 和他們這些所謂寓意 是為了代表什麼 原因就是 Vermeson一直都知道 關於一些屬靈的原則 基督教會發生的東西 基督教所擁有的東西 Vermeson到現在都有權力 有能力去控制 毀滅一個城市的原因 只有一個原因 就是他尊重屬靈原則 遠遠超過今時今日的牧師 和教會所尊重的屬靈原則 OK 所以他一定指定某個程序 去毀一個城市 香港根本已經犯了所有這些事情 OK 我相信 今天我可以說 我相信香港其中犯了一件事 就是1996年的時候 他們難為了神的守告者 所以他今天會受這些審判 OK 得罪多少人都好了 因為我只是說個事實出來 因為屬靈的原則是不可以違反的 他們能夠Vermeson統治世界 都一定是知道和用這些屬靈原則 尊重這些屬靈的原則 使他們能夠成為耶華的刀 而神亦讓他有限度 知道某些知識 所以讓他能夠統治這個世界 但是問題我想知道 在最後城市的守告者 能夠審判這個世界 就是因為他知道神的訊息是甚麼 就像你們現在知道 現在2021一篇訊息是甚麼 葉平知你要相信 信了之後 你運用你的拳命去宣告 這是今時今日我們會學習的 為什麼呢 因為記住 過去過八年當中 弗美神所侯住 我曾經都用這個字眼 說八力行之聲的時候 我也說 他侯住的能力 和一直在用的能力 都是神會給他的辛苦 最後的審判能力 你看看最後摩西出埃及的時候 最大能力是誰 法老 法老的術士 不是 是誰 是摩西 你知不知道 同樣現在將要來的 都是 但是唯一就是摩西要相信 所呼召的東西 他相信自己是個信差 他相信神可以說的話 他就說出來 事實上 這就是時候你們要做 如果你不相信的話 你們都會在這個恩典當中跌下去 因為 呼召到做這樣的身份 是一個極重無比的榮耀 在世界結束的時候 我們做到這樣的光景 我們解通了全世界很多這些秘密 並且能夠解通 變成能夠解讀 然後能夠變成現在的預測 OK 原因是什麼 原因就是神的恩典連吻 讓我們用一個這麼沾身 這麼獨特的方式 竟然用一個號碼 2012進入 所以 我復得這麼看頭地 OK 復得這麼看頭地 但現在你們的身份是容易 不是叫你們去找 要你們去找 我相信你們找了兩天 已經在這些資訊當中 已經倒閉了 已經不知辣去哪裡 變成New Age 已經走去那裡 變成一個機要 又或者信了其他傻的東西 是吧 但本身 不是叫你們去找 已經整套信息說出來 要你們去信 然後用信心去回應這套信息 然後這套信息所說的審判 是會發生的 現在我們所見的 我們還需要多少證據 我們已經不是白紙黑字 在聖經上面 我們見聖經裡面所預言的東西 是連最細微的步驟 都發生在我們眼前 最細微的事件 都發生在歷史 現在我們所見的 我們所預測的東西 只不過按著每個小的步驟 向著一個方向走 下一個方向就是 全世界性的 在我們避提的事件 但這個避提之前 神的審判再次來到這個地上 神已經厭煩了 過去這麼多年 用巴比倫去審判以色列 OK 就好像我們曾經 看到以色列被巴比倫滅 神厭煩了這個巴比倫 七年大災難 便要滅這個巴比倫 神要用他的辛苦 去審判這個世代 啟示錄十二章一至二節 天上演出大義將來 有一個婦人身披日頭 腳踏月亮 頭戴十二星的觀念 她懷了人 在生產的艱難中 疼痛呼叫 神藉著啟示錄十二章 以天上的義兆 向世人預視 世界末後 在一個慘難的時候 地上將要發生種種的災難 正如主耶穌所預言 世界的結束是一個慘難 民要攻打民 國要攻打國 多處必有饑荒地震 而且 在神的允許底下 地基督和賈仙之將要起來 迷惑普天下的人 統治世界 和聖徒爭戰 回看今天的世界 這一切預言正在應驗 過去幾百年來 撒旦 地基督和他的爪華 一直按著神創造世界的定律 支取屬於基督徒的熟靈祝福 正如約百記所記載 撒旦以從神所定的熟靈原則 不敢干凡 他得到神的允許 執掌耶穌華的刀 在歷世裡 成為神施行審判的代表 在過去每個時代裡 撒旦按著神既定的律和原則 成為神所允許 執行審判和滅命的代表 審判那些行可憎之罪的人 完成審判和毀滅罪人的工作 然而 踏入新約時代 神在地上設立了最終施行審判的代表 就是基督的新婦 新約教會石安的女子 原因 聖經所提及 石安女子的能力 基督新婦的能力 神永遠審判和死人復活的能力 將會在末後日子復還 只可惜 啟示錄第十二章預言了 那些本來屬於基督新婦 即是教會的能力 會被撒旦騙取 正如先祖夏娃被欺騙一樣 唯獨婦人所彈下的男孩 將來要用鐵像核管曼國 啟示六十二章三節六節 天上有現出二象來 有一條大紅龍 七頭十角 七頭上戴著七個冠冕 他的尾巴拖拉著天上星神的三分之一 率在地上 龍就站在那將要生產的婦人面前 等他生產之後 要吞吃他的孩子 婦人生了一個男孩子 是將來要用鐵像核管還國的 他的孩子 被提到神寶座那裡去了 婦人就逃到曠野 再那裡有神給他預備的地方 是他被養活一千二百六十天 其實按啟示六十二章的前文後你看來 這裡所提及的婦人的孩子 並不是普遍色經家五以為的主耶穌基督 因為 這裡是一個關乎未來七年大災難警況的預言 當婦人的孩子被提之後 婦人還需要躲避一千二百六十天 原來 啟示六十二章記載 在大災難最嚴峻的時候 婦人會單下最後的男孩 這個男孩 就是神所預定 人類終極的精英 終極的冠軍人馬 將來要用鐵像核管萬國 並且 這個男孩誕生的一刻 就是人類歷史上 最榮耀的大復興出現的時候 然後 他們便被提到神寶藏那裡 另一方面 地上這個婦人 原本是屬神的辛苦 屬神的教會 能夠成為神的祝福 成為耶和華的都審判列國 然而 撒旦卻令這個婦人 即是現今所有未能跟從神的教會 來經營神的新約教會 並且 他們向 Freemason建立的銀行 借錢建堂 成為齋的奴隸 好像異數一樣 為了紅豆湯 出賣自己原本擁有的祝福 因而 他們出賣了基督神父的名份 和祝福給Freemason 讓他們在屬靈裡成為教會的主人 故此 神亦只能借Freemason的手施行審判 按公義賜福給祂 成為耶和華的都 歷代歷世以來 撒旦一直就是以這種手段 奪取了教會應有的祝福 按啟示六十二章所描述 龍就是撒旦 正等候吞吃婦人的孩子 就是那些將要出現 成計神的祝福和能力 使用鐵像核館萬國的教會 撒旦想要吞吃祂的祝福 擁有令死人復活和永遠審判的能力 孩子和婦人有所不同 婦人的能力已經被撒旦吞吃 而孩子出生後 卻擁有這種能力 於是 撒旦為此等候孩子出生 最終 婦人的孩子誕生 成計神所賜予的祝福和復興之後 就會被提到去神的寶座前 相反 婦人和其他兒女 就留在地上與撒旦爭戰 由此可見 撒旦一向明白 並按住肅靈的原則行事 有歷史以來 撒旦都是這樣吞吃基督徒的祝福 欺騙所有以色列人 亞術 希臘 羅馬帝國和現今的美神等 卻成為每個時代裡 神審判列國的代理人 因為這是神創造世界的規則 所以他們因此得到審判列國的權柄 甚至乎 神賜權病給敵基督 可以攻擊那些未能準時被提的聖徒 但以理書七章二十五節 他必向至高者說誇大的話 必折磨至高者的聖民 必想改變節旗和律法 聖民必交付他首一載、二載、半載 讓他們在信仰的歷練中 重新附上應有的偉身和代價 因為自古以來 振振正正被神越納 能夠進天國的信仰 都需要揭力附上生命和代價 《馬太福音》十章三十七至三十八節 愛父母過於愛我的 不配在我的門徒 愛兒女過於愛我的 不配在我的門徒 不配在他的十字架跟從我的 也不配在我的門徒 《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節 從施洗約翰的時候到如今 天國是努力進入的 努力的人就得著了 《馬太福音》七章十三至十四節 你們要進閘門 因為引導滅亡 那門是寬的 路是大的 進去的人也多 引導永生 那門是窄的 路是小的 爪著的人也少 《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四節 耶穌對眾人說 你們要努力進窄門 我告訴你們 將來有許多人想要進去 卻是不能 明顯地 從主耶穌在這節經文的中谷可以得知 當今普世教會所不以為 一次得救就永遠得救 所謂的教導 根本就是一個謊言 是一個大欺騙 因為 主耶穌說 將來有許多人想要進去 卻是不能 所以 根本從來沒有一個不需要毀身 和付代價的信仰 《馬太福音》七章十七至二十一節 這樣 凡好樹都結好果子 唯獨壞樹結壞果子 好樹不能結壞果子 壞樹不能結好果子 凡不結好果子的樹就撼下來 雕在火裡 所以 憑著他們的果子 就可以認出他們來 凡稱呼我主耶 主耶的人不能都盡天國 唯獨遵行我天父子義的人才能盡去 所以 每一個在世的基督徒 不應該只顧自私度日 貪愛世界 應該趁著還有時間 讓自己擁有更優美的信仰 努力互相代價 進行天父的旨意 捨己愛人 竭力成為婦人的孩子 能準時被提 擁有神的知識和形象 在末口日子 發生一個被提的復興 《勞教福音》 二十一章 三十四至三十六字 你們要謹慎 恐怕因貪食 醉酒 並今生的思慮 累住你們的心 那日子就如同網羅 忽然臨到你們 因為那日子 要這樣臨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 你們要時事警醒 上上其求 使你們能逃避這一切要來的事 得以暫立在人子面前 而這個就是為何 敵基督會和聖徒爭戰 為何不是和軍隊爭戰 敵基督有軍隊 為何會和聖徒爭戰 不是的 因為聖徒有審判的能力 為何兩個無依人 會導致連敵基督 都不能在三年半之內 可以毀滅他 為何 為何他可以在三年半當中 一千二百六十日當中 和敵基督爭 並且帶很多人信主 去傳道一千二百六十日 為何 他的能力在哪裏 他為何這麼肯定 自己說的是對 他為何能夠肯定 可以審判哪個城市 哪個國家 誰是敵基督 因為他知道 他有一套信息 因為他能夠貫通了歷代歷世以來的 Wisdom of the ages 他知道誰是錯 誰用的資料錯 誰就算是掌管世界 他也是用錯的方法 我一開始的信息已經說了 無依人究竟為何能夠做到這些 你有否想過 原因就是有一套信息 我告訴他 神就在2009年的時候 我第一篇已經說了這件事 神跟我說就是這篇信息 你將會解通所有東西 然後讓全世界所有願意的激動 去信這個詞馬 並且當你被提了之後 這套信息會導致很多人 能夠知道哪個宗哪個間 為何宗哪個間 他要做些什麼 和不可以做些什麼 在2015年 2月8日的 2012榮耀盼望信息之中 由華牧師分享到 在2009年 決定分享這套信息的時候 已經知道一個邏輯 就是按照聖經啟示錄所預言 在將來的七年大災難之中 敵基督能夠統治世界 是因為敵基督 預知將來世界發展的走向 並且知道自己的身份 就是聖經所預言的敵基督 或者敵基督的先鋒 將來會有七年時間統治世界 而日華牧師也知道這一點 於是有即可沉暗一步步 打開聖經啟示錄的奧秘 並藉此 歧視敵基督所隱藏 一個又一個得著拳兵 統治世界 和預知將來的秘密 亦因為他們預先知道將來 所以 被任何人都做一步得著先機 例如 星頻創造 黃道十二宮對應地球的位置 和地段 神保護以色列 和對以色列的敵人 施行24至48小時審判 馬雅年歷隱藏神創造世界的時間表 和時間超頻的秘密 巴黎行之星的秘密和位置 得著聖經所記載的野牛之力 和星光力量的秘密 凡制的秘密 甚至有關時間機秘密 和Panel X重臨的真相等等 以上種種 由尤和牧師至2009年12月至今 在2012榮耳盼望信息中揭示的真知識 在數千年人力歷史中 一直都由世上少數的精英 例如王族 富商 和銀行家等家族成員 所專利獨有 因為他們知道 任何人得到這些隱藏在聖經中 甚至高的能力 知識 和榮耀的奧備 就可以成為世代中 無人能力的領導者 統治者 王者 和最富有的人 他們藉著各種真知識 就可以得著預知的能力 從而改變自己的未來 成為統治世界的首富 和王者 另外 聖經語言 將會在所有真正基督徒 被提後出現的無依人 他們在被提發生前 並不是基督徒 或者不是真正的基督徒 因為 如果他們是真正信主 就不會錯過被提了 他們都是曾經聽過福音 但不是接受真正福音標準 甚至 是反對基督教的人 但是被提事件 真實地發生 令這些曾經聽過福音 和被提真理的人 大大震撼 甚至反省自己的信仰 和信念 並徹底悔改信主 成為聖經9月中 薩加利亞書所形容的兩顆橄欖樹 但以理書所形容的民間示威人 和兩個分別站在河兩邊的人 也是啟示錄所預言的兩個無依人 這個正號對比 神是用一棵葡萄樹 比喻以色列人 所以兩棵橄欖樹 是比喻兩個無依人 而不是指到兩個真正的人物 薩加利亞書四章十一至十四節 我又問天使說 謝登台左右的兩顆橄欖樹 是甚麼意思 我二次問他說 謝兩根橄欖枝 在兩個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 是甚麼意思 他對我說 你不知道是甚麼意思嗎 我說 主啊我不知道 他說 這是兩個受高者 站在普天下住的旁邊 但以理書 十一章 三十三至三十五節 民間的智慧人 必憤悔多人 然而他們多人 必倒在倒下 或被火燒 或被魯略搶奪 他們撲倒的時候 少得輔助 卻有許多人 用淺美的話親近他們 智慧人中 有些撲倒的 貴有熬練其餘的人 是他們清淨結白 直到末了 因為到了定期 事就了結 但以理書 十二章四至七節 但以理啊 你要隱藏者話 封閉者書 直到末時 必有多人 來往奔跑 知識就必增長 我 但以理觀看 見領有兩個人站立 一個在河這邊 一個在河那邊 有一個問那站在河水以上 穿細麻衣的雪 這奇異的事 到幾時才應驗呢 我聽見那站在河水以上 穿細麻衣的 向天舉起左右手 指著活到永遠的主喜細雪 要到一載 二載 半載 打破聖民權力的時候 這一切事 就都應驗了 啟示錄 十一章三至六節 我要使我那兩個見證人 穿著無衣 傳到一千二百六十天 他們就是那兩伙橄欖樹 兩個登台 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 若有人想要害他們 就有火 從他們口中出來 消滅仇敵 凡想要害他們的 都必這樣被殺 這二人有權病 在他們傳到的日子 叫天閉失不下雨 又有權病 叫水便為血 並且能隨事隨意 用各樣的災殃 攻擊世界 日文穆斯也在這裡分析 一個數百年來 不解的聖經之謎 就是為什麼 這些在被提事件前 仍未認真順主 認識神 聖經 和真知識的無衣人 在被提事件後的極短時間之內 就能夠認真順主 認識大量的聖經真理 和真知識 甚至 能夠在混亂的時勢中 分辨誰是誰非 可以得著 神審判世界的神職二能 並且 知道敵基督 一切的陰謀和計劃 可以在短短三年半 即1260天內 與敵基督對抗 而不像世人一樣 歸順他 甚至 能夠一直得勝 直至三年半完結的最後階段 才在神的許可下 被敵基督殺害 他們不單止 在地上行傳神的旨意 在天上 也得著神給予殉道者的冠冕 原因 就是他們在被提事件之後 得到一套 屢次由神啟示 並帶領 或牧師分享的2012榮尿下望信息 導致他們 在短時間之內 已經知道 神對末世的時代計劃 也得知基督教信仰中 真正得救 和被提的標準 明白聖經中所隱藏的各種真知識 奧秘和啟示 揭開敵基督 和撒旦統治世界 敵黨神 和聖徒的陰謀 明白嗎? 我相信現在你聽這套信息 到今天我這樣用宏觀的方式去看 到現在香港還在說 為了香港的經濟前景 我們佔中的時候 我們身為基督徒 我們應該知道什麼 很多基督教在香港 還在爭論黃帶 還是藍帶 還是紅帶 或者綠帶 的時候 我們基督徒應該知道什麼 我們身為神的兒女 我們是創造主的兒女 我們現在看很多基督徒知道的東西 簡直是低能的 只是我用這個字 如果對比現在神的級數 世界的發展 和我們所知的東西 還在那裡打滾 原因就是 在當初1996年的時候 我們沒有為自己的自私 我們走了這條路 因為我也跟大家分享過 在1996年的時候 在之前的幾個月 其實我最深刻的討告就是 神祢讓我能夠像Paul King Bob Jones 那樣變成世界級的國際先知 那神就要我講 負一個交換的律 就開始講上水 從那天開始 你有聽過過去這麼多年的訊息 你都會看到我們的方向 神的訊息 神所給我們的智慧 我們講的訊息的那種應驗程度 是進入另一個層次 除了在聚會當中可以叫病人出來之外 已經不是那個級數 我們現時真是Paul King所講 約爾軍隊的時代 我們現在真是Paul King所講 新族類的身份 2015年2月15日 《2012魂遙派望主》的訊息裡 又和牧師分享到 啟示錄提及能夠被提的辛苦 是可以達到與主耶穌匹配的級數 《創世記》第一章 當神創造了地球和地上各種毒物之後 神才以自己的樣式創造人類 以統治世界的萬物 《創世記》一章二十六至二十八節 神說 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象 按著我們的樣式做人 使他們管理海裡的魚 空中的鳥 地上的生畜和全地 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象做人 乃是照著他的形象做男做女 神就赤福給他們 又對他們說 要生養眾多 天滿地面 治理者地 也要管理海裡的魚 空中的鳥 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 因此 人類是神照著自己的樣式來創造 有著神的一切屬性 只可惜 阿當被撒旦欺騙犯罪之後 罪就進入了世界 人類就將統治地球的權利 交給撒旦 而人類也進入沉淪之中 因此 神猜派他的兒子主耶穌 以人子的身分來到這個世界 在沒有榜樣的情況之下 被神帶領 並成為人類的拯救 也成就了九月中的節旗 即是以色列人守了一千五百年的如月節 而主耶穌則成為了被獻在祭壇上的如月節羔羊 再者 主耶穌開創了新約 他的教導和事跡是當時代的雷物 也成為了後世的Logos 至於 跟隨他的門徒 也帶起了教會歷史上第一個大復興 而他們所完成的新約書卷 也成為了聖經的一部分 更成為了往後所有基督徒信仰的依歸 在新約裏面 預視了直至世界終結的時候 世界的發展和走向 包括 現時我們處身在啟示錄所記載的七年大災難 被提 以及敵基督掌權的時代 對於神的心意而言 主耶穌基督不應該是歷史上唯一一個有著神樣式的個別例子 相反 我們可以從新約的書卷裏面得知 神期望擁有神樣式的人類 在信仰上 可以好像主耶穌一樣成熟 並成為與主耶穌匹配的辛苦 約行福音十四章十二至十七節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 我所作的事信我的人也要作 並且要作彼此更大的事 因為我往父那裡去 你們奉我的名 無論求什麼 我必成就 叫父恩而至得榮耀 你們若奉我的名求什麼 我必成就 你們若愛我 就必遵守我的命名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此給你們一位保衛士 叫他永遠與你們同在 就是真理的聖明 乃世人不能接受的 因為不見他 也不認識他 你們卻認識他 因他常與你們同在 也要在你們裡面 主耶穌不僅吩咐基督徒 要作祂所作的事 並且要作給祂更大的事 不論是祂所行的神跡 所分享的教訓 並且要完成神的時代計劃 因為當主耶穌離開後 聖靈就會來到成為基督徒的保衛士 相對於主耶穌 他在沒有任何人的幫助和提示下 完成了整個救贖計劃 因此當聖靈臨到的時候 基督徒自然可以成就比主耶穌更大的事情 這也是神創造世界的其中一個心意 但是教會經歷使徒行轉的時代後 則進入了天主教的黑暗時期 直至馬丁路德的出現 定立了恩信稱義的基督教教義 甚至出現現今的基督教 但直至一九零零年代 人們才真正接觸到聖靈所帶來的能力 教會才重新回到正軌 重拾新約綱開節的時候 門徒得著五重節聖靈充滿的能力根基 成為真正的新約教會 當時所產生的靈因運動 更影響著後世百多年的基督教真理復劃 當中驗驗了五重節的情景 就是人們重拾方形的恩賜 其後的基督徒透過聖靈的幫助 帶起不同的復興 包括神跡醫治 讚美敬拜 五重即時等真理復還 逐步邁向辛苦的資格 但是大部分的教導和復興 亦是誕生在美國 對比之下 香港基督教的光景 和主耶穌基督的期望相距甚遠 對於主耶穌吩咐教會去作的事 他們固然不會去作 相反 在基耀教會所主導的香港基督教界 他們甚至棄著主耶穌所作的 因為他們要否定聖靈的工作 故此 不論是最低伴 五重節所誕生的港方言 或者是醫治 趕跪 神跡 異能 九大恩賜等 他們通通都棄絕 並予以否定 然而主耶穌吩咐教會 不要去作的事情 他們卻要去作 還要說成是榮耀神 將妥協和犯罪 說成是社會福音 例如 聖經祝父教會 要與魔鬼為敵 原因光明與黑暗 並沒有相通 相和 相合的地方 哥林多後書六章十四至十五節 你們和不信的 緣不相賠 不要同負一押 異和不義 有什麼相交呢 光明和黑暗 有什麼相通呢 基督和比列 有什麼相和呢 信著的和不信著的 有什麼相干呢 因此 除了基督教之外 其他所有宗教 亦都是假神 亦都是撒旦的謊言 所有相信假神 而不接受主耶穌 不相信主耶穌的 最終都會沉淪 並且會落到陰間去 但是 香港的教會 不但沒有成為警世命中 提醒世人遠離撒旦的謊言 相反 基督教領袖 每一年 亦會和其他宗教 包括回教 孔教 道教 佛教 天主教 共同簽署 發表新年賀詞 祝福香港 這些基督教領袖 彷彿覺得 其他宗教 亦可以與基督教平起平坐 大家都有道理 相信其中任何一個宗教 亦是正確的 可見 他們不但不感到羞恥 總之我感覺良好 覺得可以連同其他宗教的假神 如主耶穌一同祝福香港 並認為 身為基督教領袖 這樣做 是作了一件好事 因此 沒有聖靈能力的 香港基督教教會 當到了 可以與各種假宗教平起平坐 不分彼此 相通相和 沒有任何底線的時候 教會 就不再是帶人進入天國的地方 基督教 亦只靜下愛心 連為神發聲的良心 亦趕不上 因此 教會失卻了提供救援的職能 只變成政府底下 與其他宗教一樣的慈善機構 大家運用愛心 去幫助有需要的人 並提供教育 醫療和援助 當你有需要的人得到援助之後 雖然他們的生活是變得美好 脫離了人生的困苦 甚至賺得全世界 但是 他們最終卻無救恩 營救活在罪惡裡面 為世界的繁華 而白白枉廢自己的人生 並且成為魔鬼的奴隸 因為 全世界 亦是惡在那惡者的手中 又舉一個例子 《聖經》提及不得欠債 因為欠債是債主的仆人 《針言》二十二章七節 父戶管核窮人 欠債的是債主的仆人 欠債是不聽從耶和華 戒命所帶來的咒座 《生命記》二十八章十五節 你若不聽從耶和華你神的話 不謹守遵行他的一切戒命律例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這以下的咒座都必追隨你 臨到你身上 《生命記》二十八章四十三至四十五節 在你中間寄居的 必漸漸上升 比你高而又高 你必漸漸下降 低而又低 他必借給你 你卻不能借給他 他必作手 你必作美 這一切咒座必追隨你 趕上你 直到你滅亡 因為你不聽從耶和華你神的話 不遵守他所吩咐的戒命律例 雖然聖經明言 欠債會帶來咒座 並且欠債的人是債主的奴隸 但是對香港的基督徒而言 不單止基督徒會借債 並且教會的領袖 也會主動向銀行借債 這個現象已經是建堂的必然指定動作 甚至以獲得銀行批出貸款建堂 來成為榮耀神的見證和奇蹟 感謝神祝福他們成功獲得借貸 但是在神的眼中 這些華麗的建築物 不是為神帶來榮耀 而是帶來羞恥 因為牧師們的借貸 只證明他們和外邦人一樣 一心希望急速完成自己的夢想 他們不單止不相信神會供應 並且也不會按照神的帶領和報伐而行 事實上 每一個月所償還的按揭貸款 亦都證明著這間教會所得著的 是生命記的就座 而不是祝福 教會亦成為了銀行的奴隸 再者 對於香港的教會而言 不單止教會的建築費用 是向銀行借貸而得 教會的經費更是賭場主人所送贈 提摩泰前書提及 貪財是萬惡之根 提摩泰前書六章十節 貪財是萬惡之根 有人貪戀錢財 就被引誘離了真道 用許多仇苦把自己刺透了 因此 藉著賭博想要急速發財 當然是神所徵護的 香港亦有法例禁賭 而其中一個可以合法賭博的場所 就是香港賽馬會 雖然賭博會令人家破人亡 淒離止散 但賽馬會卻成為莊家 將開賭場的工作 塑造成為責社群的慈善活動 當然這是源於人類的偽善和自圓其說 將犯罪的事情給予一個堂皇的藉口 但當翻查賽馬會的捐款紀錄 不難發現 很多基督教教會 亦接受賽馬會的捐助作為經費 當教會的經費 因為要倚靠賭場的主人 需要藉著從賭徒身上賺回來的金錢作資助 才能夠營運 才能夠幫助有需要的人 這樣 當賭徒賭錢的時候 他們又是否在做善事 甚至捐獻給教會呢 在這個情況下 教會的名字 只會成為羞辱神的代名詞 因此 香港的教會 距離主耶穌所提及身負的養式 被提的資格 已經是謠不可及而不自知 然而 看事錄明年 中有一個世代 有一班人會突破 舊有教會界的柳澤 努力成為合神心意的基督徒 有著神的智慧和養式 能夠有被提的資格 並且藉著聖靈的幫助 會作教主耶穌更大的事情 他們會帶著神的榮耀和能力 完結人類歷史 啟示錄十二章五至六節 婦人生了一個男孩子 是將來要用鐵杖核管萬國的 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寶座那裡去了 婦人就逃到曠野 在那裡有神給他預備的地方 使他被養活一千二百六十天 啟示錄第十二章提及 這班從教會界分別出來的基督徒 就是婦人所生下的孩子 他們已經預備好 並有著好像主耶穌的形象 當他們出生之後 已經可以被提到神的寶座前 並且神授予孩子 用鐵杖核管萬國的能力 他們就是被提的一群 好像主耶穌應驗如月節一樣 他們應驗了最後的三個節期 分別是吹角節、贖罪日和住棚節 並且神所授予核管萬國的鐵杖 就是神最後復還 身父擁有死人復活 和永遠審判的能力 因此這班孩子 會帶起最後的大復興 他們會好像主耶穌一樣 就是好像他當初 以復活的身體 去建立新約教會 同樣 末後的孩子 也會在被提前 擁有復活的身體 顯現四十咒夜 建立無依人的世代 讓所有人都認知 這班人一直以來 都是被神帶領 而他們所分享的一套信息 將會是當世代的雷馬 是神給予末後日子 不能夠被提的基督徒唯一的答案 好像主耶穌當時所分享 就是當時代的唯一答案一樣 當復活身體經歷了四十咒夜之後 他們就會被提 並會許配給主耶穌成為身父 至於敵基督 則會和這個婦人 和他其餘的兒女爭戰 就是那班不能夠被提的基督徒 他們將會成為無依人 和敵基督爭戰三年半 啟示錄十二章十三至十七節 龍見自己被摔在地上 就逼不那生男孩子的婦人 於是有大嬰的兩個刺旁刺給婦人 叫他能飛到曠野 到自己的地方 躲避那蛇 他在那裡被養活一載二載半載 蛇就在婦人身後 從口中吐出水來漲河一樣 要將婦人衝去 地卻幫助婦人 開口吞尿從龍口吐出來的水 龍向婦人發怒 去與他其餘的兒女爭戰 這兒女就是那首神戒命 為耶穌作見證的 那時龍就站在海邊的沙上 好了 今次去到感言部分 我相信尤其現在 你看到很多政治都急劇的變化 例如最近 問我現在分享這個感言的時間 這幾天就在1月29日發生了一件事 當然在於我們說了幾年 我們就絕對知道是什麼 但全世界好像都不知道是什麼 就算我看到一些政治文章 寫的東西都說得一塌糊塗 就是日本是因為這次 就是殺害他們日本人這些人質 而這一個日本的首相安倍 他就直接說到他們的自衛隊 具備的能力得到有效發揮 所以更加要立法 更加使得他們的自衛隊 像第二次世界大戰一樣 將要可以變成他們的軍隊 去到外國去執行保護他們的國民 維護他們的安全 維護他們的國家利益的行動 其實你會看到這一個 就真的很瘋狂的 你真的覺得很瘋狂的 非常之瘋狂 為什麼呢? 理由是完全不合理的 就像槍管事件一樣 槍管事件其實完全是矛盾的 但只要現在世上有傳媒 就將用完全的東西相反去說 舉個實際的例子 就是現在槍管 本身就是說 因為很多恐怖襲擊 因為很多這些槍擊事件 所以於是要收槍 但是完全不合常理 因為本身第二條憲法的時候 就是為了使得人民保護自己的安全 而保護自己亂來 這些恐怖襲擊也好 或者意外也好 或者是一個不好的政府 而導致人民可以有槍 美國第二條憲法 但是現在直接傳媒 將這東西相反的 就像現在有很多這些恐怖襲擊 人民要收槍 因為人民收槍的話 你就藉著政府或警察來保護你 但是我們何時見過這些恐怖襲擊 是警察可以在整件事當中救殺這些人 不是的 通常是殺了這些人 然後警察才去殺兇手 反而反過來 其實如果按照第二條憲法的邏輯 就是說如果越有恐襲 應該人民越鼓勵他們所有人都有槍 明白嗎 那些人都膽敢恐襲 因為他們拿一支槍進來的時候 就進入銀行 一百人裏面有五十人 拿一支槍支回他們 怎樣恐襲 是吧 其實你會發覺他的邏輯完全不合理 有恐怖襲擊 那你收槍吧 那你做了受害者 讓警察來幫你 就瘋了 所以你看到這件事不簡單的問題 是藉著這些傳媒的製造問題 演繹問題和提供答案 是將這件事完全相反的 又有人相信的 就好像這次安培這件事 那你的國民被人去綁票 那又和你自己要將你的智慧隊 能夠具備的這些能力 武器發揮到極致有什麼關係 他可以保護得到嗎 但問題是你會藉著這些理由 去做這些原因 因為根本預定了 因為我們早就知道ISIS是為了什麼 而存在的嗎 所以你看見 現在我們所說的 不單止是政治 甚至是宗教 甚至是經濟 已經預備了 連軍事都照著聖經所說 向著這個方向去預備 而事實上 日本肯定是預備打仗 他用這個方法 但問題是你千萬不要想著 他跟我們這件事沒有關係 因為他預備這一點的原因 就是跟著只要同一個人物 譬如是ISIS 我們走來香港恐怖襲擊 接著又不斷恐怖襲擊之後 中國都保不了你 你看香港的警察都保不了你 炸了幾個的時候 日本那邊又炸了幾個的時候 日本那邊 本身的國民不讓他通過 這個法案 他都可以通過 但相對香港炸的時候 他又可以用藉口 我派軍來幫你 炸你的城市去幫你 去對付這些ISIS 現在實際上 我們所說的敘利亞 美國正在做這件事 但到時你能夠想像 他現在通過憲法這些自衛隊 到時隨時他連軍隊來香港 你知道嗎 當然香港只要找幾個賣國賊 走出來 中國都不行了 一定要靠日本 到時只要全世界的傳媒 一面倒去報告 香港那些人贊成 日本來幫忙 日本來救我們 這樣就已經 中國就算想保護香港 都不行了 明白嗎 等如俄羅斯進入蛙蘭的現象一樣 明明 蛙蘭是俄羅斯的一部分 到最後搞到他混亂之後 又說他獨立了 然後你開進來 不行 你干預了他們的政治 我制裁你 所以你看到 如我所說 烏克蘭會發生的事情 會發生在香港 只不過是一個小型 但是更加無理 因為事實上 似乎香港 真的比烏克蘭更多賣國賊 因為始終我們真的 受到英國的教育 所以搞到這樣 所以你會看到 例如現在看到這些事件 我相信一般幾個圖 就算連香港幾個圖 因為這件事肯定 跟我們相關 我們看到ISIS 它所做的事情 其實是一戰幾刁 在這裏搞定 敘利亞 在這裏又可以搞定 歐洲 等他軍發統治 又可以搞定美國 現在搞定日本 早於2014年8月31日 《2012榮耀盼望》第238篇訊息 又說穆斯已經預告 將要發生的第三次世界大戰 會出現的有關事序 其中 美國將會讓日本 成為一個主要角色 在整個第三次世界大戰編告裡面 藉著種種危機行動 和所謂的軍事行動 包括演習行動 在亞洲挑起戰爭 繼而迫使中國 加入第三次世界大戰 當該邊主日訊息 獲出數個月後 日本即發生轟動世界 所謂日本人士 遭斬首事件 任何人亦無法想通 為何遠在中東的伊斯蘭國 ISIS 要殺掉和他們完全無關的日本人 雖然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支持打擊伊斯蘭國 但亦只不過限於金錢援助 因此 為何不是針對亞洲其他國家 甚至是支持敘利亞的俄羅斯和中國 而是與Freemason有密切關係的日本 是否Freemason有意藉著這次偽旗行動 比日本達成更重要的目的 2015年1月20日 伊斯蘭國組織 發放了一段 據報是日本人 湯川瑤塞和後藤建議的視頻 並要求日本政府 在72小時內交付2億美元的贖金 否則將處死兩名日本人 雖然事件疑點重重 但如過往所有的偽旗行動 和ISIS所謂的人次租斬首事件一樣 肖市國家元首必定聲稱有關人次是真有其事 2015年1月21日 日本政府確認 在伊斯蘭國組織發放視頻中的兩天 就是湯川瑤塞和後藤建議 其後 首相安倍晉三支電約彈 普爾奇及埃及三國元首 希望尋求他們的協助 但該視頻傳出後不久 已有人質疑片段的真實性 最大的破綻就是片段中兩名人質的陰影 並不是同一個方向 並且每隻手站在裏 兩名人質跪在裏 可視影子的長度三人卻是一樣 明顯地這個是由多於一個光源的緣故 而在大白天的室外出現多於一個光源的原因 是因為整個製作和拍攝都不是在室外進行 而是於攝影棚內拍攝出來 2015年1月23日 ISIS提出的72小時限期已過 日本政府尚未透露是否已交付贖金 2015年1月24日 後藤建議的妻子收到伊斯蘭國組織的郵件 並通知了日本政府 結果網絡上出現新的視頻 其中播放了一幅照片 顯示後藤建議首個一幅聲稱 是湯村瑤塞被斬售後的屍體照片 而且視頻中一把自稱是後藤建議的聲音 還要求約旦釋放一名伊斯蘭籍的女死囚 來換取後藤建議的獲釋 這名女死囚是基地組織一名武裝分子 由於參與2005年一次爆炸襲擊被約彈判處死刑 那次襲擊造成60人身亡 同樣地在未有進一步查證的時候 2015年1月25日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已急不及待地表示 有關視頻展示的 很有可能就是湯村瑤塞的屍體 最後2015年1月31日 互聯網一段上傳的視頻顯示 被伊斯蘭國組織綁架的日本人至後藤建議已經被斬首 同樣當日本政府仍在核實有關視頻的真確性的時候 已經譴責有關的行動 該斬首片段與過去的危期行動斬首事件拍攝手法 預出一次 首先該片段由雙機拍攝 吸取了之前片段中的教訓 就是繪子手來回用刀拖了幾次 也沒有血液飛淺出來 所以這次拍攝 當刀鋒接觸人至頸部之後 片段就立即被停止 其後鏡頭就拍著人至已經死了的屍體 而中間的情節就靠觀眾聯想了 但這種做法卻正正反映出 ISIS所有的斬首視頻也是假的 原因ISIS過去斬殺記者的片段 已被人多番質疑其真實性 其實若果ISIS要證明這些片段是真實的話 只要在今次殺害日本人至事件的片段當中 不作任何刪斬被人看見整個處決的過程 這樣日門就不會再有任何質疑 但ISIS所做的卻是相反 在刀鋒接觸人至頸部的一刻已經停止片段 唯一的目的就是讓人無法拆穿他們的破綻 原因,Freemason只是一小撮人 並且要秘密行動 他們不能從外面拼請專業技術人員 來為他們執行偽期行動 因此在人手短缺 並且技術亦有限的情況下 只能出此下策 刪除必定會穿幫的部分 使方言不會被拆穿 事實上,早在2014年9月 又說穆斯經已一組預告 所謂伊斯蘭國組織的崛起 根本是美國一個變局 藉口借伊斯蘭國組織來成為一個大奸國 透過接二連三的恐怖襲擊 跳起世人的恐懼 包括記者Steven Sotlov 於9月2日被殺 加拿大首都阿泰華 於10月22日所發生的國會槍擊案 2014年12月 澳洲聖尼槍擊案 2015年1月 法國查理州刊辦公殺槍擊案等等 他們不斷發動偽旗行動的目的 好讓Freemason在全世界所控制的國家 都以反恐為名 組織一次又一次的軍事行動 既然偽旗行動的劇本已經定了 日本的戲當然要繼續演下去了 當湯川瑤塞被斬收後 日本有數百名民眾在手上苦外示威 在野黨和傳媒都批評安倍晉三 刑救人次不力 2015年1月29日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因著人質危機中 所謂備受國內不少民意的政治壓力 隻故將問題焦點轉至日本自衛隊 在海外保護國民能力受限制 然後又以支援美國反恐為由 藉口在國際間解禁集體自衛權 並放寬武器出口等舉動 意圖將自衛隊逐步擴大走向海外派兵 和濕改自衛隊法及和平憲法 事實上,種種恐襲機會 都是為了組織軍隊為參與戰爭而鋪路 關於日本自衛隊,我們不可不知 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之後 根據日本憲法第九條規定 日本放棄與他國以軍事手段解決爭端的權力 因而自衛隊在名義上不是軍事組織 但是,論對日本自衛隊的實際軍力和功能 卻是等同其他國家的軍隊 由陸上自衛隊、海上自衛隊、航空自衛隊等 三個軍種組成,總兵力約有23萬 自衛隊於2008年時所消耗的軍費 位居於美國、中國、法國、英國、俄羅斯 以及德國之後 占世界第七位其實已經是一支極具規模的國家軍隊 日本一連串的危機行動 明顯應驗有華牧斯的預測 日本這個劇本中的角色必須出現 並且必定成為美國的傀儡 借故擴張軍事行動 在亞太地區進一步威脅中國的安全 繼而拖累中國 最終加入第三次世界大戰 所以現在我們看到它做的路線 真是如我們所預測ISIS會做的事情 大家可能都留意這些新聞 現在快要恐襲中國和俄羅斯 但中國最容易恐襲的地方只有一個 就是香港 讓它炸得多炸 做得多做 你記住 其它是危機行動 但香港就真是真其行動 真是真的 到時真是死人 因為香港其實他們沒有那麼多手下 沒有那麼多政要是站在Fremation那邊 但日本是容易的 日本我相信 如果這些人不肯讓他這個條例通過 再多斬幾個頭 再不行 日本自己又恐襲 因為日本本身就是Fremation 他們整個內閣 所以變成他們有危機行動 吃菜那麼容易 找一堆黑社會就可以辦到 明白嗎 辦到血淋淋的 幾個六部警 就已經可以 那些人就做了 但問題是局勢會一直 直著ISIS會一直 使得荷魯斯復活這個計劃 在全世界會越演越練 但記住 我們現在說的是日本 馬來西亞、新加坡和香港 永遠和第三次世界大戰 這件事是息息相關的 第三次世界大戰在這裏開始 地球上的灰馬 事件是在這裏發生的 死亡的四分之一人口 無論是因為瘟疫、飢荒、刀劍、野獸 所導致的死亡 都是在這裏 所以你會看到我們所說的野獸 是喪屍 但問題是灰馬位置 即是包括日本 所以你會看到 典型有些人會說 現在日本的ISIS 關我什麼事 就是典型的問題 其實是跟我們息息相關的 而對身婦來說 是關於身婦的事 就是因為關於身婦的事 所以他才有資格 就是講資格 用鐵雀核管 什麼? 廁所? 除房? 用鐵雀核管 睡房? 用鐵雀核管 自己的寵物? 不是用鐵雀核管 列國 看著神的公平公義 就像我們今天這篇訊息講的VO一樣 他的身婦是用鐵雀核管 列國的 他製造了一個身婦出來 一出世就用鐵雀核管 列國 既然他有這樣的資格 這些東西跟他有關 而事實上 那些說跟他沒有關係的人 絕對就被提不到 即是不會有一個good ending 好了 最後我想會跟三個人說 我和你都會有一個good ending Amen Amen 好 感謝主 最後學到任何東西 我們一起歡呼鼓祭 多謝神 感謝主 Amen Amen 我就是想說 5個人 爹 是 有 感谢观看